小S和徐亚军2005年结婚 婚后生下三个女儿 虽然生活低调 但因为小S是公众人物 所以坊间对于两人有诸多传闻 最早就是家暴传闻 小S经常深夜酗酒痛哭 有时候眼睛和脸部都十分浮肿 联想到她连生三胎女儿 一度让人怀疑她是遭遇到了徐亚军的家暴 虽然小S多次辟谣 和老公感情很好 老公也很爱她 但似乎并没有什么人相信 近几年 徐亚军又多次被拍到在夜店约会美女 一起聚餐吃饭 起初小S还发文澄清徐亚军为人热情好客 又很绅士 所以对异性都很照顾 但是这种被拍到的桃色新闻越来越多的时候 小S也懒得解释 特别是汪小菲和大S离婚后 小S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徐亚军又接连爆出夜店约妹 在上海还有情人和私生子等等传闻 众所周知 小S的老公徐亚军出身书香世家 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设计专业 今年已经53岁 面对外界的绯闻 徐亚军本人从来没有出来澄清过 对拍戏始终抱有野心的小S一直没有放弃梦想 日前在新剧此时此刻接到一个新的角色 和吴康人有三段亲密戏份 表示有心动的感觉 也回应和老公徐亚军已经没有火花 都不想碰对方 亲吻也只是出门的一个道别形式而已 看得出来有点抱怨 彼此已经没有火花 在接这个角色前 小S征求了家人的意见 除了小女儿徐老三有些反对 其他人都表示支持 徐亚军还支持小S 在开拍期间 外宿酒店12天培养情绪 本以为经过好几次的绯闻 徐亚军本人应该会低调一些 但是近日又被拍到深夜约会辣妹 其实很早就有媒体报道 徐亚军很喜欢玩 汪小飞就曾经爆料徐亚军在外有私生子 而且还把情人带回台北 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而小S装聋作哑 其实不爱了可以离婚 不知道小S在顾忌什么 难道不想离开豪门老公 还是害怕自己很掉价 台媒拍到徐亚军交友甚广 和中信拉拉队女神陈伯伯等有人聚餐 结束后同梯人马连跑两滩夜店叙旧 体力很好 她已经53岁 还是这么爱玩 台媒认为小S和老公徐亚军 真是给予双方极大的空间 其实台媒拍到的徐亚军和辣妹们玩耍 也只是大家一起嗨皮 并没有过分亲密的举动 所以这也不能说明什么 可能生活无趣 所以找点刺激 现在三个女儿也大了 不用自己操心 所以人生须尽欢 末世金尊空对月 及时寻乐 对于顽固子弟徐亚军 也是可以理解 徐亚军还是有所防备 并没有和陈伯伯们一起出现 而是戴上口罩 避免被认出 不过狗仔可能早就盯上了他 毕竟是当红女星的老公 所以徐亚军还是被拍了个仔细 徐亚军也不是第一次出来玩 被拍到太多次 所以他应该很有经验 但还是被拍 徐亚军这是赶场吗 这么大的岁数 连跑两家夜店 真的很勇猛 不知道小S看到这样的新闻 会怎么想 可能一定会数落老公 这么大年纪还爱玩 也不注意对女儿们的影响 不过小S可能什么都不愿意说 因为已经麻木 对于老公已经没有什么感情 只是同一屋檐下的亲人 搭伙过日子 各自安好 小S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 所以小S可能都没有徐亚军这么敢玩 毕竟还得管教三个女儿 演出此时此刻 徐亚军同意老婆 认为是专业 婆婆和公公也赞成 只有小女儿认为小S是不是想外遇 电视剧上线 可能徐亚军不会看 但公公有看 认为演戏都是假的 但夸小S演得好 小S对于关于她老公的绯闻 她的回应就是沉默 后来还表示她过得很好 其实婚姻是两个人的事 冷暖自知 心知肚明 只是捆绑在一起过 没有任何爱意的生活 这是他们愿意的吗 当然 小S可能也不想管 对老公放任自留 自己可以揭演一些亲密戏 弥补内心的空虚吧 小S和徐亚军的婚姻生活 可能就像台媒报道的那样 都给予彼此极大的空间 小S还幻想 有机会再演亲密戏 她这是何苦 小S的经纪人不回应 而徐亚军 只是传了三个双十的符号 徐亚军爱玩 也只是到夜店嗨 具体狗仔 也没有拍到更劲爆的内容 所以只是爱玩 说明什么 小S拍了激情戏 大家都看到 徐亚军不会是 报复自己的老婆吧 这是演戏都是假的 很多人为官 所以 小S是真的不爱她了吗 过去还会演一下 两人秀恩爱 现在几乎都不互动 所以 小S只能通过演戏 去宣泄自己的情感 平时回家照顾孩子和父母 还有工作要完成 所小S辛苦 嫁给一个很爱玩的老公 也是麻烦 女儿们越来越大 大女儿已经出道演戏 二女儿也是拍摄杂志 小女儿也是会和小S一起参加活动 徐亚军还这么爱玩 也是让人无语 53岁喜欢泡夜店 还连续换两个地方 她夜生活真丰富 比女儿们还忙 小S真的不想管吗 看到姐姐和俱俊叶恩爱如交四期 小S和徐亚军却各自给予自由 身边没有人联系 小S会痛苦吧 再说了 徐亚军虽然爱玩 但还是会回家 表面上 幸福都是演出来的吧 谁知道 背后苦不堪言 之前有网友爆出 徐亚军曾经还被小S投胃为禁药 真的很让人意外 毕竟徐亚军是小S的老公 他怎么下得去手呢 网友们都在分析 小S想要控制徐亚军 之前徐亚军就被爆料 在外边养小三 有私生子 想必小S也是担心徐亚军会离开他 所以就想给他吃违禁药 这样就有他的把柄 让徐亚军能听他的话 不过小S的计谋并没有得逞 被徐亚军识破 然后当场打他 在小S上节目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他的眼睛受伤 他自称是碰到桌角上 导致受伤 但是外界都在猜测 是徐亚军家暴他 其实徐亚军不止一次被爆料 有家暴行为 但小S一直在维护老公 不承认对方打他 他也是希望能维持 两人的婚姻状况 毕竟两人有了三个女儿 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因此小S每次受伤 都是自己默默承受 在小S出现伤痕的时候 南方也曾求饶 对他喊话 不要再害我了 因为小S一受伤 出现在镜头前 大家就把矛头指向徐亚军 说他家暴 徐亚军也想保持一个好形象 出现在公众面前 所以想让小S在公众场合 维护他的形象 很多网友都觉得 小S和徐亚军的婚姻 是名存实亡 两个人都有问题 只不过维持表面的夫妻关系 徐亚军不想破坏自己的形象 小S不想失去自己的家庭 两个人各有各的打算 都隐看了 whatev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